有時發覺那些 PR 公司真是很麻煩的 他們有的,即是呢,好像是 Spin 去的 所以你哪個人知道是黃陽達有關的那些賬戶人的真身 你記得告訴我,那些人應該全部都被制裁 但有一個問題,我本來就不想在YouTube討論 但因為有這麼多人將會大舉而去英國 我覺得我有必要在YouTube平台講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我以往不是在YouTube講的 以往我一定會收賣,我免得被熱狗搞來搞去 熱狗很麻煩,所以任何人知道黃陽達請的那些賬戶人 是甚麼人的真身,記得告訴我 一個都不能放過,熱狗死全家 這個問題很簡單,BNO在英國生的兒子是甚麼國籍 這個問題其實呢,禁我以來都有 因為這麼多種英籍,BNO是完全沒辦法過給下一代的 第一個邏輯問題就是,你英國國籍的人 是英國的土地,出生的子女 你不是英籍,你的邏輯上完全錯了 那是不是真的沒有解決方法呢 其實不是的,當然有解決方法 英國不是傻子嘛,是吧 英國國籍法第三條,Session 3 這是一個subsession 1subsession 這樣寫的 這個意思呢 那個人是小小子 就是你剛剛出生的BB仔 如果你申請登記成為英國公民 國務大臣如果認為他適合的 就會登記成為這個國籍 就是這麼簡單 這件事 為什麼會有這個條款呢 因為很多人都擔心 如果BNO是英國生的兒子 是中國國籍 那你問題就是,特區護照 你不一定要回香港,我那時候的有仆街 或者中國大使館那個有仆街 隨時那些人被人擋了人子 都不知道 這是一個人道危機,很明顯 但是英國沒有擺的方法,不是 其實北歐Session 3 Subsession 1subsession 1s 北歐 Valid 都有一本menu,那本menu很詳盡 告訴你 我在這裡我就不介紹過menu的外用了 就是 這裡 但是 und 除了ut of menu的外用千岳 除了外政的内準備 其實很多 根據這個條文 因為這個條文很簡單 TV的簡稱 ото surprisingly Baginda lorsque大臣認為他適合 我就玩 拿去 只要他的尺度 這樣簡單而已,不要搞,這不是移民計劃,這是保護計劃,它是保護香港人的 所以你那樣的BNO根本是無法回去的,既然那樣的BNO是完全無法回去的,我是英國政府很簡單,如果是小時候剛出生的,有些人可能一時熱情,然後又忘記買特殊,用那些中出,中了,在英國生個B,那國就是什麼值 那你又不可以在我特殊護照,我特殊護照是死定的,回香港 給BNO,有什麼好做呢?和親這麼簡單的嘛 即是你提了一個Parent,British,OK? 即是BNO,他也是British,對不對? 在英國國王的土地上出生,即是英國國王的土地上出生 然後國務大臣那些都適合給B,那給B,那他也是合法的 有條文的嘛,英國國籍法有條文給他的嘛 這件事這麼簡單的嘛,不用咬這麼多 即是你證明熱狗,真是很卑鄙的熱狗 今來以來呢,怎樣搞BNO,搞郭有權,最好移民的事實就是那些熱狗 即是我一向覺得熱狗這班人,只不過是一班中共走狗 這就更加明顯了,其實BNO英國生的兒子很簡單,就是British 而且這個不是第一次做的啊,這些事情做了很久的啊 因為這些Case第一,就是不多,第二,廢鬼示範 OK?即是要廢示範 我們大家就不是很想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就北歐我們都很少說 是這樣的意思,北歐都 即是我們,譬如愛爾蘭,如果是北愛出世就更過癮的 因為北愛出世涉及那個Good Friday Agreement 的問題,那Good Friday Agreement 將會怎樣處理BNO 在北愛出世的子女呢?這個就很 很有刺激遊戲的味道 因為你隨時是這樣,是2Passport的 你其實是可以Claim 2Passport的 即是有這個可能性的,因為 因為愛爾蘭那個比較特別,愛爾蘭對北愛的看法 北愛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我在這裡不討論,因為北愛那個東西太複雜了 即是那個,我引經據典,我講到口水都乾 我也不想這個抑熱狗 OK? 你也知道熱狗,熱狗多想害香港人的 特別是黃楊達 是呀,黃楊達,是呀,我講你 真的,你和你老婆陳秀慧都是混蛋 為了賺錢什麼都做 你可不可以給一點點良心呢? 對不對? 但是基本上,根據英國國籍法 你BN咯,你英國生仔 如果真的生仔的話,你就要生仔 基本上英國政府也不會為難你 這個問題上面 因為有條款跟的嘛 而且我相信短期內要處理的 這個也是事實 因為你短期內,一件事 如果你是結束了才生的 一個問題,譬如你在英國住了第五年 之後你那時候Irr 那時候生的B就很清楚了 一定是British Citizen 那個就不差 你那時候B一出生,British Citizen 也沒有什麼requestion 好,你剛剛抵達 拿到那個所謂五加一 第一,你那五年時間 英國政府有充分的時間去修改英國國籍法 去解決BNO這個問題 這是第一 第二 你五加一期間 你出生的子女 你很大機會其實都不需要 其實根據這個條款 英國政府也有充分的理由 Gran God, British citizenship 給你的醫生 而是不需要有什麼問題 即是Gran British citizenship Gran any kind of British 即是你一定是有一個British在 你可以在英國換護照 而不需要 發香港這麼危險 發言是足夠的 所以是不需要跟這些人 什麼熱狗啊 連登那些 空帳戶去討論這些BNO問題 北歐的議題 為什麼我現在BNO問題很多時候 我不會公開討論 或者收拾討論 第一,那些移民律師 其實是搞事 當然我現在已經知道 那些移民律師會收屁 但是移民律師退場之後 換來就是一群PR公司的走狗 和熱狗 熱狗北歐都很敵視BNO的熱狗 因為他們是收中共命令人做事 熱血公民北歐 我已經直接當土共儀處 就是這件事 你幾乎熱狗北歐都是 他收中共 我打手都很厲害 所以BNO是英國生的兒子 這個問題是不需要特別處理 甚至你不要說BNO Common Work Citizen 在英國生的兒子的問題 一向都有處理 都是用類似方法處理的 譬如澳洲人 Candrian Singaporean 是英國生的兒子 如果他見到有居牛的 他都比BCE算 為什麼他這樣做 很簡單 邏輯問題 你都 因為 你記住 英元幫公民的前世 是British subject 一個British subject 是British Tertles 生的子女 你不是British 但這是什麼邏輯 講不到的 但我這些是 撞車 世界撞車 Common Work 很多東西都不寫 但問題是 很多人都覺得 BN1981 是一個written rule 但不寫的 就怎麼辦 你解決不了 英國人 不是傻的 所以 為什麼會有 Session 3 Session 1 那件事出現 就是這樣 英國人永遠都有辦法 去解決他的問題 我告訴你 英國人 你要 記住 英國的立法邏輯 英國的立法邏輯就是 很少 好像BNO 寫得那麼蠻白的 BNO不讓全下一代 很明顯是中國 逼到英國這樣做 典型中國人寫法律 中國人寫法律的 邏輯就是 不會有任何後悔 不會有任何走散 OK 總之他喜歡點就點 總之他就要吃盡 因為中國人實際上 都不需要什麼走散 他實際上是搏龍門的 中國沒有法的概念給這個國家 但問題是英國不是的 在英國 大部分情況之下都是行成文法的 written law 小部分就是用case law case law都解決不了 就授權給國務大臣自己解決 某些case 比如這些case 我授權給國務大臣 他覺得適合 我就給 是這樣的 永遠都有一定這些後備的工具 臨時的方法去處理問題 永遠都有 只不過就不可以亂用 什麼場合用什麼時候用 就頂得很清楚 OK 那些仍然是外政部裏面範圍的東西 不是難搞的東西 沒有大家想得這麼複雜 英國法律永遠都是這些 英國人在任何情況之下 他都有一些工具 例如巴勒 羅斯批那些 在裡面 他永遠有一些 true boss 去解決一些specific的問題 你不會沒有true boss 那些不會的 他一定有一些工具盒 放在這裡 英國人不會亂來的 英國人 所以我就不明白 我做了這麼久 BNO的評論 我不明白為什麼 香港人到今天 都還會被熱狗spin 這個原因 熱狗這班人 真的很無恥 熱狗 移民顧問公司 當然移民顧問公司 現在全全都被敗了 完全沒有了解 移民顧問公司 因為移民顧問公司 大家都知道 這班人 只是為了吃人去饅頭 就很清楚 我經常覺得移民顧問公司 你轉型的話 別人不會太討厭你 因為有些個案 仍然是需要移民的 或者移民顧問的 有小部份的個案 有些很棘手的個案 大家期望移民顧問公司 就不是做了一些 手把眼見功夫 然後困你幾十萬個個案 大家期望移民顧問公司 解決一些很technically complicated 的問題 那些是大家去期待你們去處理的問題 我現在發現很多移民顧問公司 有很多移民顧問公司 他們自己都不會處理的 我的個案就是一個例子 最後我的個案就是我自己處理的 當然我的個案就是我自己處理的 但你去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整件事是很荒謬的 完全是瘋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對移民顧問公司 那些移民顧問公司 那些移民顧問公司 完全不予信任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 你們經常想 earn easy money 你們忘記了你們自己的professional 去幫助當事人去做一些很難搞的事情 不是只是幫有錢人 幫中國的參加英國搞完英國的話 我覺得 大家其實是不會當他們是仇家處理的 但是為什麼現在 譬如我對移民顧問公司 我或者是服免哪個國家 我都是當仇家處理的很簡單 你過去十幾年來 你帶了幾多中國這些小粉紅 入圍村 西方國家 你這幫人為破壞自由民主社會 真是貢獻良多 所以沒有辦法 大家對你們這幫人 是唯有當你們這幫人是敵人 你假裝黃都沒用 為什麼 就像BNO 在英國生的兒子 這些國籍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是不需要 說得那麼複雜的 其實這件事 你五加一計劃一出的話 我相信英國外政部 是會有適當的處理 甚至應該有足夠的時間 去修改條路 英國國籍法 令到解決這個問題 可能是因為這個Skin 而居留英國生的兒子 那段其他生的兒子 就直接給英國公民 可能更簡單 這件事 英國提報上 這件事 你進來生的兒子 當然是英國人 英國很夠年輕人口 其實你全世界都會有 人口好化的問題 人口好化 你肯生的兒子 人家這樣反應 你肯生的兒子 多害怕你不生的 多害怕你每次都會用杜維斯 你知道杜維斯很喜歡在父親節那時候 祝賀你 你當然不記得 用所有要過父親節的贈慶廣告 杜維斯是英國公司來的 很喜歡說這些話 神經病的 杜維斯廣告很膠 杜維斯廣告 問題現在不是這樣 但是全世界總體趨勢 如果你肯生的話 其實基本上都要鼓勵 所以這個問題 更簡單 就是居歐權那幫人 在英國人生的兒子 但是我覺得 居歐權那幫人 在英國人生的兒子 都會 以後會解決的 就是以後會處理的 這個 因為這個都不是一些複雜問題 這些是 大家肯 跟英國政府談 我覺得英國政府會談得到的問題 OK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最後幾分鐘的這一集 OK 就是這個問題 其實是完的 BNO在英國生的兒子 5加1 如果在未來生的兒子 就是英國公民 That's it 不是英國公民 只是英國籍 是這麼多的 因為有發言 但是如果還有些人在這裡 我這個想說就是 BNO 5加1 這個問題就是 大家看完燈的圖片 都會小心給吉戶口 空戶口 或者那些熱狗戶口 他們其實不是為香港人好的 他們的立心 他們的立心就是為了賺錢 出賣自己人也可以 這就是 他們就是要錢 他們就是 在網上賺錢 而 北歐以來 我覺得 其實很多 IT公司都不負責任 但是對於這些吉戶口的 發表的言論 或者他們相關的IP 沒有進行一適當的處理 我就很清楚的 其實我覺得 五羅是絕對可以制止的 那麼 我blocked VPN 那些 和你對五毛的 那些comment 再续不publish的政策 你那些五毛根本不會上 因為那些五毛就是 要留下這些 Digical intentionally 去留下這些 misinformation 去搞完 sert engine也好 搞完很多什麼地方也好 那些獨者的視線 我現在就是決定 我是不是到bank 根本上他們連上來也不會上來 這麼簡單 他們一會就用hack 不斷 用Russian Iran 那些IP 不斷打 不斷打 為什麼用calfair 他們的手法 不外乎這些東西 中國人就是這樣的 中國人基本上 沒有好東西 中國人這些 所以 我不是說 對五毛的言論 我會回應 但是我對五毛的更傾向就是 BANG 五毛用什麼言論自由 你是收錢在別人的地方 搞完別人 你留下一些誤導的訊息 這些是言論自由 你跟我說這些是言論自由 甚至Telegram那邊 有些人亂開Telegram那些東西要小心 有一個叫言論自由的人 據聞在英國 但我懷疑他不是在英國 這條仆街在Telegram 不斷打開那些移民群 我已經懷疑 這個人是為中共搜集情報的 如果你很危險 由BNO EU 什麼都關他事 這個人 真的有一個人叫言論自由 如果你發現你的Telegram群的主持人 是那個人叫言論自由的話 麻煩你退款 你退款 很嚴重 那條人應該是葉普成的 那個人應該 據聞就好像沒有事情做 OK 我懷疑他不是沒有事情做 我懷疑他是國安來的 有時候你進Telegram群 你小心有些人 那些行為古怪的 那些不是 那些不好意思 那些不是手足來的 那些是國安來的 那些是假裝手足的國安機 那些沒有會員 那些是你 你見不見我黃世澤 會到處開什麼BNO Group 我是不會的 我最初就是開會員版 會員版就分享我 我相信的 就是我 我研究的成果 我陰計 我講我研究的東西 那問題就是 我不會到處開這些東西 甚至其實我宣傳很少 原因就是 大哥 我又不是說 國安人員要搜集情報 對不對 你上來 你肯聽就聽 你不肯聽我就不 我沒有所謂 對不對 我不是做這些東西 那問題就是 你見到好像言論自由這些 你見到幾隻熱狗 HKIP 你怎麼搞的 是做這些事情 你小心 你真是小心 你見到如果 那個Telegram 那些是言論自由擁有 那些 你應該馬上退了 那你就很危險 中共做事 是不擇手段的 很清楚的 是不擇手段的 中共沒有東西多 人多 人海戰術 人有願意做仆佳 每個人都是這樣 所以 整件事就很遠 所以 我告訴你 有關BNO的 MISSINFORMATION BNO的英國生仔 這件事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起點 什麼是眾戶族友 我告訴你 很久要搞 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些是很困擾 這幾天 BNO的事情 我已經沒有什麼 覆email 但是我遲覆email 就是被人咬 好 OK 這就是太多事情 BNO的關係 我已經去整棟山的地步了 我不是很想和那些熱狗這樣搞 再這樣下去 我覺得 我也是那句 如果你認識熱狗的真身的話 告訴我 我也是要抓熱狗的真身出來 就是 這群人在網上都好視多位 你看到其實熱狗在現實世界沒有什麼致詞 但是問題就是 熱狗在這個網上的世界就繞了視線 一個黃人 一個黃毓民 黃毓民雖然不是再熱血的人 但是 他搞出這些蘇州事 他不負責 我覺得這條都是應該活該 在香港日後寫歷史的話 我覺得有些人應該要特別去批判 以警考慮 MISSINFORMATION永遠都會存在 我告訴你 今晚的節目我講到這裡 明天早上再見 明天早上再見